邏輯也是一模一樣 MID實際上就切哪一個字 CALL的話就是算它的內碼 如果說發生錯誤的話就跳開 因為這邊我不知道有幾個字 理論上有五個字 也有可能六個字 最多可能九個字 所以我就給它九個字 但是有可能像 EXELL裡面只有五個字 所以我跑九個回圈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還要用IF-L過濾 最後再把它累加起來 而且你會發現中間有個稱號 其實X的話意思是說 如果它邏輯回來是True的話 True是1 Force是0 也就是如果1乘1的話 那就是1 意思就是它就是一個數字 Force的話是0 所以如果不是1乘上0 那還是0 0的話就是它不是數字 所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只是說後來我發現 這個方法跟VBA比起來 我覺得寫VBA好像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VBA可以慢慢寫 但是這邊只能寫一行 真的只能 就是 剛剛寫那麼多有沒有 它就是只能在這個地方 就讓你只能在一行裡面 一定要把它完成 如果你一行裡面沒辦法完成 那很抱歉 你這個地方就寫不出來了 最後還要跑回圈 一定要Ctrl、Shift、Enter 加一個大瓜糊 書裡面大概有相關敘述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 上課參考用書裡面的103那一題 其實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題 我是建議如果你希望 把Excel裡面的功能 徹底學會那本是不錯的書 不過我發現很多複雜的東西 乾脆寫VBA好了 光這些東西 你要把它寫出來 那也是很頭痛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剛剛的部分 假設我已經 把數字個數做完了 非數字個數做完 但是我不是要算幾個 而是要留下那幾個的話 留下 OK 所以留下數字 那這個留下數字 或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部分的話 上禮拜我們好像有講到那個 留下數字 其實留下數字 基本上你一樣可以拿 剛剛的這個程式來做修改 改成它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改成它 所以基本上 像VBA裡面的好處是說 如果你寫完一個之後 其他用改的就好了 其實後面幾個 都是由第一個衍生出來的 像剛剛那個 非數字個數 其實也是改一下就好了 大概洞沒有幾個地方 雖然感覺好像很不一樣 但實際上我覺得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差別你要 了解你那個邏輯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留下數字的話 第一個 一樣 把這個 一樣 我就是把 這一段程式複製貼到底下 那我乾脆又貼 因為底下已經有了 我把這個貼一下 把中間這一串 把它蓋過去好了 那我們來 重新改過 那剛剛 這個是 幾個 非數字幾個 可是我今天假設我不是要算幾個 我今天是要算什麼 我今天是要留下 如果它裡面有數字 就幫我留下來 那如果不是數字就不要留下來 OK 那怎麼樣把它留下來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修改 當然我們剛剛有做一個 關鍵的地方喔 OK 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在 這個變數 他提過嘛 看著是 用來算幾個 對不對 如果是就幫我加一 那 那個 後面是留下 意思說 如果是 那個字就幫我留下來 那個字就幫我留下來 那留下來的話 特別是有個概念喔 就是 文字的話 文字一般叫字串 所謂的字串 它的概念就是一直串 像火車一樣 火車一個 第一個 車廂 串的話 中間加一個連接器 串第二個 串第三個 串第四個 所以像如果留下125KG 125要留下來的話 那我就是串1 再串2 再串5 那怎麼串 特別說 第一個 你要知道 我們先產生一個變數好了 這個變數 就比較看 我叫S 也許就String的縮寫 等於 特別注意喔 字串如果沒有的話 數字是0 那字串的話 是沒有字 那沒有字的話呢 它的初始值就是 一個空字這個叫空字串 也就是說我今天 產生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裡面 就是空字串 裡面暫時沒有放任何東西 那當 什麼時候會放東西進去呢 當它 這個邏輯發生了 這個邏輯 當我切割下來這個字 假設 以字也沒有啦 假設 125KG 1的話呢 14的話 1幫我留下來 24 2幫我留下來 545幫我留下來 KG不是 那不用留 所以最後的話 把125KG 丟到那個數字這個地方 欸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 我們需要把這邊改成字串 第二步的話 就是說呢 有點類似像這種寫法 但是又 又不太一樣 S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剛剛是抗的加一 這邊的話 不是這樣寫 S等於S 空一格 串接 如果是字串的話 文字一定是 AND AND什麼呢 AND 那個字 那個切割到的字喔 那個切割到的字怎麼表示 那個切割 用誰切呢 用MID切 所以其實喔 你就把這個MID 這個MID一直到 瓜糊的 這個地方 搬到這裡就可以了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很容易出錯的地方就是那個 瓜糊喔 這邊有瓜糊 這邊要有一個瓜糊 所以從 這邊 先點一下 MID有沒有 到這邊喔 你把它複製 Ctrl C Ctrl V 或者是拖拉加Ctrl鍵 就是 那個字 那它就是 把1 本來是空的嘛 串進去就變1了 它串進去就變成 那個什麼呢 變成串進去就變1 對不對 然後呢 2又4的話呢 它就變成說 又串一個2的話 就變1 2又串進來了 然後又再來5的話呢 就再串 這邊1 2 5 有沒有 字串就是這樣的意思啦 那一定要用AND符號喔 OK 如果你是計算用加 如果是串接用AND 就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呢 再改什麼 改這個 輸出到CD 改成D OK 然後後面的那個 變數的話 把它改成S 有沒有 不是Ctrl嘛 把它改S OK 好 這樣的話 就 大功告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劉璃斯啦 所以 這個地方也非常重要喔 以後 你的Data 其實 大部分就分成兩類啦 最重要的數字嘛 要計算的 一類就是 丟出去是文字 所以最常遇到就是這兩個 上面是叫做 就是什麼 幫你那個計算幾個 加1加1 那下面這個是 幫你把它串串串串 串完之後呢 再丟到那個指定的那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喔 其實也是從那個 第一個那個 範例做修改 OK 然後改完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喔 再看一下這個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把它改成 後面串完之後丟到前面去 然後是的話就串 不是就跳過 不是就跳過 所以Excel應該沒有 換125的話就 125 最後把125丟到這邊來 E之類推 沒有問題我們就直接把它執行好了 OK有沒有看到 瞬間 只要裡面是數字的 全部就出來了 OK 那當然呢 內建函數沒有啦 所以如果你 像之前有同學就是他工作裡面剛好用到這部分的功能 他剛好就可以很快解決他的一個問題 不然的話如果像你們 沒有用 VBA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要塗法鏈剛來做 哇他真的非常花時間的 OK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留下數字部分 稍微改寫 從這個改過來 那當然呢如果你做完之後也可以想想看 那英文呢 其實英文跟數字差在哪裡 其實最大的差異 就是什麼呢 請你看一下 阿斯基古內馬表 其實稍微改一下都OK了 這邊是47到58對不對 那英文的話就是64 到 91 之前 這個是大於 這個是小於 那就會是英文 但是英文稍微麻煩一點 他會有大寫跟小寫 所以呢 那怎麼辦 要不就處理兩次 要不呢 就是把 我的習慣是轉 成大寫之後 判斷一次 所以呢 就是 英文的部分 你還要再找出 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 函數 就是 把什麼呢 把那個 小寫 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 的函數 VBA 那VBA裡面有個函數 其實就 U-Case 小寫 大寫轉小寫 L-Case OK 那就可以把這個 給做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其實如果你 剛剛的邏輯 Case 做了出來之後 其實也可以再改 數字 留下數字部分的話 留下英文 其實也是拿留下數字的來稍微修改一下 答案也就出來了 OK 然後呢 留下中文其實也是拿上面來改 所以前提就是如果你邏輯清楚之後 後面的答案 其實 差不多都是這樣 不需要重寫 大部分都是拿上面來做修改 好 好 好 然後